深紅Online的觀眾大家好 我們今天邀請的是阿亮大師 繼續來分析國際局勢 先從俄乌戰爭來看 這場戰爭到底會不會持續的升高 現在有一些新的跡象出現 是不是要有最後一波 因為俄羅斯呢 據說把烏克蘭最大的核電廠 現在改裝成軍事基地 那連國際的核能委員會都說 這搞不好會有這一個 核外洩核輻射的相關的危險 把核電廠改成軍事基地是要最後 他主要是在外圍把它改成炮陣地 因為那個對岸就是烏克蘭 因為這個札波羅斯他只有佔領這個城市 那他是怕烏克蘭會進攻 因為這個核電廠 只是歐洲最大的核電廠 蠻大的啦 那除非俄羅斯要把 札波羅斯周邊的城市也打下來 那烏克蘭就會距離比較遠 那可是現實上就是 你的核對岸就是烏克蘭 那他當然就會擔心說烏克蘭會不會攻擊 所以他就在核的對岸這邊就蓋了炮陣地這樣 那當然這個國際員人總署當然會擔心嘛 說你這邊如果互相開炮 對不小心打到怎麼辦 對當然是這樣嘛 可是 可是 可是如果沒有炮陣地你認為烏克蘭會反攻 你說會渡核再把核電廠搶回來 對對對也是有可能啊 因為這個這裡的發電蠻重要的 因為他往下 克里米亞的供電也是從這裡來的 我們現在就看到為什麼這個城市 俄羅斯要鞏固啦 這跟赫爾松一樣嘛 赫爾松是克里米亞的水源嘛 那這邊是電嘛 所以基本上這個就是一個尷尬的處境嘛 就是你要防禦公式要把它做好 那可是炮陣地不等於對方不會開炮吧 那你如果不做炮陣地做防禦 對方還是有可能攻擊啊 因為這個電廠實在是太重要了 因為太大了 所以是因為這個水電的關係 所以必須要把這一個殼電廠改成軍事基地 這個他已經佔領很久了啦 那是突然變軍事基地了 對那當然一定是有發生過一些 還是說現在烏克蘭反攻有望 所以要變成 也不是就是一直有零星的衝突啦 那這個就好比 比如說你如果在巴勒斯坦有一個核電廠 然後以色列佔領了之後 一直都有零星的衝突 那以色列要不要做防禦公式 就有點類似這個意思了 所以並不代表說可能戰爭還要繼續升級到核戰 我不認為 你不認為是這樣 不過最近這一個俄羅斯啊 就是發布一些訊息 但是當然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假訊息紅旗啊 他說呢 這個烏克蘭策劃 因為反正現在這個烏東要淪陷了嘛 在遁孽刺客要使用化武 那他向這個化武組織發送這樣的召回 說可能要在這裡用化武來反攻 因為烏克蘭 烏東本來就是武器中心嘛 所以烏克蘭當然蘇聯有了他都有 所以如果烏克蘭沒有辦法集結比較大的兵力來做反攻 那他是不是會用一些絕招啦 所以我說剛才的核電跟核電廠跟這個化武 會不會都是最戰爭最後關鍵 可能雙方不得已說 就是要威脅你嘛 對 那就使用了不該用的武器嘛對不對 或者攻擊不該攻擊的目標嘛 就是這樣啊 沒有錯啊 這兩個邏輯是有點類似雖然不同性質啦 一個是攻擊不該攻擊的目標 一個是用不該攻擊的武器嘛 化武 化武我認為俄羅斯跟烏克蘭都有能力了 那就是你該不該用這個問題 會不會用 你覺得最後會不會擦槍走火 我覺得他這個就是叫做先見光使 曝光你 對就是說 就是說哎反正有人可能會搞啊 那因為他我跟你講這個是佔優勢的人就會講這種話 因為他怕那個烈士 用這個絕招反攻 那或者用恐怖攻擊啊之類的嘛 那這個就 這個就講一講啦 可是你覺得不會發生 很難說 因為烏克蘭可能會不服啊 因為而且他反攻也不一定會順利啊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他大概最近10天 在霍爾松大概發動過好幾次零星的攻擊 那都沒有什麼結果 所以表示他大概除了在赫爾松 比較有機會組織反攻力量之外啦 在烏東真的非常困難 因為太遠了 而且 這個有一點啊 我們打仗就是這樣嘛 你看那個國共內戰啊 三次大戰 從 辽省 平津 然後到徐邦會戰 那中國大陸叫華野戰役對不對 這三個大戰國民黨還是打得很認真耶對不對 可是過了長江就兵敗如山倒 對不對 就是士氣沒了嘛 就是士氣就換散了 那烏克蘭這個有點類似 馬利烏波爾是激戰 烏東也是激戰 那兩個都輸了 你還有氣嗎 所以接下來反攻我認為難度非常高啦 就是你要 我們叫載而三嘛 三而結嘛 就是 你要再凌聚出這麼大的士氣 然後讓兵力能夠動人集結 然後發揮戰力這難度真的蠻高的啦 而且 烏克蘭現在有很多地方 我講的是他來控制的地方喔 有些旅都已經空洞化 就兵源不足 那急著要補充新的兵進去嘛 那 據我了解目前補的兵很多都是娃娃兵啦 就是24歲25歲 臨時徵召來的 對對對 那就是要把這個鋁把它補持嘛 可是這種兵人戰嗎 搞不好又是造成更大的傷亡 所以我的意思說 他目前的處境確實非常困難 那在你 發動傳統的反攻戰有困難的情況下 這種極端手段就有可能出現 這個險招一出現 西方世界還能停得下去嗎 當然就要先證明誰用 先證明誰用的 對對對 所以他先召會 因為很多地方真的發生過啦 比如說敘利亞 敘利亞伊拉克都發生過 那很多人都譴責是美國搞的嘛 可是美國就說是伊拉克或敘利亞搞的 就是這樣 可是現在如果說 俄羅斯是勝方的話 他沒必要搞這個 這個你是講 邏輯上 可是戰場上什麼事都有 好那來看就是說另外一個當然也是 就是這個戰爭到最後階段 會不會有意外發生的一個 狀況 這個白俄羅斯的參謀總部說 正在為明斯克和莫斯科進行衝突做準備 意思就是說呢 這一個戰爭除了烏克蘭之外 還會擴 到莫斯科 然後到白俄羅斯 我認為不可能不會再擴大 我認為不可能因為 那個立陶宛已經不再封鎖那個卡里林格勒了 所以 那個地方基本上已經緩和了 那白俄羅斯本來就沒有要接入戰爭了 因為他距離北約太近了 那如果白俄羅斯要接入戰爭就是要打基輔 因為他就在基輔上面 沒有必要 完全看不到這個跡象 比較有可能的是 俄羅斯後面打卡爾科夫 因為哈爾科夫就在 俄羅斯邊境 可是因為那個地方人口蠻多的 148萬 所以打下來又會搞很久 我覺得 俄羅斯連打哈爾科夫現在都沒有這樣的打算 那 奧德薩那爭議就更大了吧 因為奧德薩 你後面就是這個羅馬尼亞 蛇島都撤軍了 對他下面是土耳其 那北約大概整個就跟你拚了 因為 奧德薩對北約來講太重要了 他不能讓黑海都讓你控制啊 所以我認為也不太可能 而且基本上 這個 我們說這些射程比較遠的一些火箭炮系統 已經進入奧德薩 所以黑海艦隊也很難靠近 所以基本上我認為 這個就不太可能 戰場不會持續擴大 你如果連奧德薩跟哈爾科夫都不一定打 你怎麼可能打基輔 因為打白了俄羅斯 白了俄羅斯如果要參戰就是要打基輔 不然有什麼意義呢 打明斯克莫斯科啊 你說美國跟歐盟直接去打明斯克啊 就白俄羅斯啊 我知道啊 意思就是北約要 要進來嗎 怎麼可能 所以不會再有戰場擴大的可能性 目前看起來 我跟你講白俄羅斯講的話 比俄羅斯可信度 還要低 大概只有十分之一 不過整體來說這個 俄羅斯戰爭的風向是有蠻大的改變 那最近有一個這個 美國的共和黨的議員 呼籲拜登跟澤林斯基 不要再玩政治了 對啦 可是這個 不是一個政黨的正式提案 就個人意見 但是他烏克蘭裔嘛 這至少有一點點小代表性 對啦 可是他主張澤林斯基要怎樣 他是烏克蘭裔嘛 所以他的提案是什麼 澤林斯基我不認為他不想談 可是最近 烏克蘭做了一個動作 給人家感覺就是不想談 他做了一個民調 結果90%的人都認為不能夠格朗領土 對不對 你講這不是廢話嗎 你如果在基辅做民調當然都這樣主張嘛 你為什麼不去烏東做做看 因為烏東是戰場 那 他為什麼要做這種民調 公佈了之後不是把所有政治人物都卡死 誰敢輕舉妄動 所以我覺得做這種民調 就是裡面有一股力量 不讓你談 不然很難想像 這個時候會公佈這種民調 你公佈這種民調有什麼意義呢 對不對 然後可是這 這會使得澤林斯基在做 任何談判的嘗試啊 他就會去想他背後 這只有10%的支持度 支持你可以談 90%的人都反對你 對就是 因為你如果對領土都沒有妥協余地 你怎麼談 所以這個烏克蘭裔的議員意思就是這樣 你們在玩政治 下去這件事情是沒辦法結束的 這個不一定是澤林斯基在玩 可能是烏克蘭內部 已經有各種團體了 那有人比他還激進 他身不由己 這政治啊沒有什麼身不由己的啦 就是你要不要做決策 因為權力在你手上 就像拜登嘛 拜登最近也都被罵 比如說中國要不要降關稅 你已經一年半了 那你的幕僚有兩種意見 從開始到現在都是如此啊 那 這個現象也不可能改變啊 那這個一樣嘛 責任斯基你面對的黨內有鷹派有鴿派 這完全 必然都是如此嘛 拜登也是這樣你也是這樣 那重點是你要不要拍板嘛 重點是在這啊 那就來看關稅的事情啊 那是看起來是真的要降關稅了 因為葉倫跟 劉鶴通話 討論現在是在討論到底降多少 降範圍 對因為 昨天啊 這個 Political 這個雜誌 丟了一些消息啊 那表示這件事情 也很多人反對 就是 到底要降 因為總共 關稅是3700億嘛 那上次 美國貿易代表署已經 召開聽證會 然後豁免了一些企業 那大概豁免了352項 然後 這352項如果 不算啦 那這次可以額外再 豁免多少關稅啊 那有人說起碼要有1000億吧 不然哪有什麼意義呢 那現在有一些 因為消費者跟工人的利益不一定一致 有一些企業那個勞工就怕他會衝擊嘛 會失業 所以 有一些非民生用品的 比如說 鋼鐵業 鋁業 已經出來說了 說不可以降 所以現在大家就在想說那所謂民生用品的部分 你要降多少 結果 Politico昨天竟然公佈一個數字讓大家都快要昏倒了 又是民調嗎 他說可能一開始先 撿個100億吧 那100億 乾脆不用撿了 毫無意義 而且Politico他是分成三塊 他說第一個是 一時一時撿個100億吧 那第二個就是那352項 看有沒有額外的企業要再加入 就是 戴琪在重啟這個程序 這是第二招 那重啟這個程序意思就是不用拜登做決定 那是企業自己來申請 那第三個更要命 他說 還是要針對 中國補貼的企業加稅 有減有加 對 有減有加 那所謂補貼的行業當然就是半導體跟面板之類的 那如果Politico提的這個方案 是拜登政府裡面 有一群人啊堅持的方案 那 拜登就是一個無能總統 你現在才知道 早就知道了啦 事實上今天 那個共和黨有一個很有名的選舉的模式啦 叫 卡爾康夫 他就寫了一篇文章說 拜登連續做錯六件事 他最嚴重的問題就是他否定 對他不利的一個現狀 他都否定 比如說明明去年就有通膨 他否定 阿富汗撤軍撤得很糟糕 他也否定 那現在 這個貿易戰該處理的 然後他也不認為這個很急 就是 他這個人就是有猶豫不決的問題啦 就你 你對現狀對你不利你就否定 然後都講相反的話 比如說啊經濟很光明啊 自我催眠 然後阿富汗撤軍是 偉大的勝利啊 然後這一種啊都是這種語言嘛 那你如果這麼自我感覺良好 那人家也懶得跟你講話了啦 因為你去想一想嘛 這麼重大的決策還有 比如說美國競爭法 那有關那個晶片法案 那個早就該過了吧 你怎麼會拖到現在 那為什麼會拖到現在 因為他把晶片法案包在美國競爭法裡面 那美國競爭法有3000頁 一個法案這麼大 那當然就是眾議員把很多東西都插進來嘛 那裡面就有民主黨自己 坦白講就是綁裝的法案嘛 比如說 貿易戰受到侵害的勞工要給予補貼 這種這種這種東西共和黨怎麼可能支持啊 然後比如說付人稅他也要插在裡面 或者說這個 要價 要價 要定一個上限 意思就是說不能太貴啦 你要這樣搞沒有一個法案會過啦 你晶片法案就獨立 那早就過啦 結果到現在晶片法案還沒過 就是大家在等那個補貼 那個金額總共520億 你居然可以把這種事情處理成這樣 你又認為美國的半導體 趕快Made in America很重要對不對 然後提出520億的補貼 而且朝一兩黨都沒有意見 你為什麼不獨立立法呢 他居然包在裡面 他想要夾帶其他一起過關 對 對 然後就是說你們支持晶片喔 你們這個都要一起過 就是這樣嘛 那結果現在 共和黨參議院的少數黨的主席 就對著幹啊 說你們晶片要過是不是 那我這個一定要過 就變成這樣嘛 結果現在7 8月 國會就要羞愧了嘛 你剛好都不要玩了 就什麼都沒過 對 那你就看到這個人真的是 我真的沒有看過這樣的美國總統 因為我 我復休是美國政治啊 沒有看過這麼無能的總統啊 我說實在話啦 就是已經當了一年半呢 你這種很 很明顯的國內有分歧 可是必須處理的議題 你自己都不敢拍板 那你是在當什麼總統啊 比如說我們講 要不要加關稅 這種絕對有兩種意見的 啊 那晶片法這個是補貼啊 晶片補貼是 沒有人反對 那對美國又很重要 你竟然用這種方式處理 讓他繼續卡著 那這個還福復何言啊 緊急而重要的要先處理 緊急的又要比只有重要的要先處理 這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嗎 然後他把那個 緊急的還有對個別人重要的 通通都混在一起啊 就這樣啊 不過這代表說假設你剛才說 Politico三個方案啊 是這樣子的一個ABC三種的話 那基本上 就是有人反對葉倫嘛 那葉倫跟劉鶴這通電話根本就 沒什麼好談啊 而且大家都知道是誰嘛 就是戴琪加蘇利文嘛 戴琪跟蘇利文就是鷹派嘛 那他們就是認為說 你中國如果豁免的關稅 那我們那個IPEF 印太經濟教育不是白玩了嗎 因為你 你就是有一個中國關稅卡在那裡 那這些東南亞來玩IPEF 才有可能嘛 那你如果關稅都減了人家就回去玩中國市場就好了嘛 你知道我意思 所以 Kirk Campbell 蘇利文還有戴琪 基本上就認為說 你讓那個印太經濟教育走一走吧 你現在就要處理這個嗎 這個就是戰略的 混亂 這是IPEF保衛戰 反正就是你現在降中國關稅 IPEF的效果一定會非常差 這幾乎可以理解 因為每一個國家一定有優先序列 那如果中國市場不再被用關稅 加碼 來造成它競爭力比較差 那很多人就去投產中國 不是嗎 你這一方面 在這個討論降關稅的問題 另外一方面呢 又計劃擴大對中國的出口進行科技管制 因為 美國的鷹派還是覺得這一波對俄羅斯的 科技制裁是很有效 所以這個就是二級制裁的名單 就是說他又認定有六家中國的企業賣給俄羅斯東西 那 他如果要這樣搞會沒完沒了 因為中國未來 跟俄羅斯做貿易的企業一定會越來越多 因為 有48國 制裁俄羅斯 那這些企業在 可見的未來都不敢回去 也不敢跟俄羅斯做貿易 那俄羅斯一定要找替代品 比如說最近就傳出那個 他的民航機的零組件 那中國決定賣給他 那 這個表面上 美國當然可以說這個非常敏感 因為民航機的零組件有一些可以轉為軍機使用 可是問題是 俄羅斯的民航機真的沒有零組件 那他有一些是空八 那中國當然有空八的零組件 那就 他就決定要賣給俄羅斯 那因為他最近又跟空八簽了另外一個案子 對不對 所以手上的零組件是很充裕的 啊 那因為 空八就不能賣給他嘛 只有法國德國不能賣嘛 那怎麼辦呢 你總不能讓人家停飛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 就是類似這種案啊 那你要說你這樣就要對 中國那家 飛機零組件的公司做出口管制嗎 那你認為中國會屈服嗎 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對啊 我知道對他管制他不會屈服他可以繼續擴大這些 管制的範圍跟名單 那就通通都不用談了 那中國也可以 繼續玩他自己的遊戲嘛 比如說我就不買波音嘛 因為目前這個空八這個是四年的案子 雖然波音 損失重大了 我簡單講一下啦 因為去年波音的營業額只有622億 美元 那空八這個案子是372億 如果分四年 那一年大概就是 接近九十幾億嘛 九十幾億等於是波音一年的 15%的營業額 而且中國 中國畢竟是個大國 他如果做大動作也會連動到其他國家的行動 比如說 那個 A320 NEO 他可能就總體生產成本下降啊 那有一些小國就更買得起啊 所以我估計對波音的傷害大概就是營業的20% 一年喔 15%是直接的 對 是中國直接的 會連動的 可能還有5%嘛 因為中國上次 自己跳出來說 MX MX 737他要停飛 就有別的國家跟進啊 是同一種效果啦 那你波音撐得下去嗎 你波音未來四年 如果已經確定沒有訂單嘛 沒有中國訂單啦 那中國如果下一波還繼續買空包呢 你受得了嗎 就是美國可能要考慮這種問題啦 就是你制裁中國 中國有更多的工具制裁你的企業 因為中國 其實波音跟空包這個case啊 是中國 開始展示 他的市場的制裁力量 因為以前那個市場的制裁力量 對美國沒有那麼直接過 這是第一個case 那以後他也可以開始把大豆啊 開始轉到俄羅斯去種啊 轉到巴西去種啊 對不對 還有 甚至轉到巴拉圭啊之類的啊 然後 那 還有能源嘛 能源採購他現在東北又要再拉一條俄羅斯的嘛 我的意思就是說他開始展現他的市場的力量 那我請問你那個美國多餘的產能 你要賣給誰啊 因為沒有人有這樣的大位嘛 就即使印度願意跟你買 其實坦白說那些都太遠了啦 就是對印度來講 能源跟糧食 他當然就近買嘛 運費比較便宜嘛 這個又有地緣政治的問題 可是就很不幸的就是說 人口密集的國家都在亞洲啊 對不對都距離離美國很遠啊 就是問題在這 所以 我覺得美國自己要想清楚啦 如果說你連這個都想不清楚 他之間的利害關係啊 而只是一個意氣之爭啊 說啊你違反我的制裁令啊 那我就一路封封封封 封到最後大概 坦白講中國的居民企業大概全部都被封了啦 那現在他又進一步封 所謂二級制裁嘛 就是說你怎麼可以跟俄羅斯做生意啊 那我跟你講未來中國跟俄羅斯做生意的企業可多啦 因為俄羅斯現在很明顯 沒有中國跟印度活不下去嘛 尤其是中國 因為他的民生用品 一時之間都 大家都停啊 沒有辦法交易啊 怎麼辦啊 比如說德國汽車不能賣啊 那怎麼辦 那俄羅斯 自己做的車 不夠用 或不夠好 只好跟中國買車啊 不然怎麼辦 這很現實啊 所以中國可能會因為這樣撿到便宜 那中國怎麼可能放棄這種機會 除了軍需物資之外 就說他不會去賣武器啦 那或者是一些敏感科技啦 其他他怎麼可能不做 一定做的啦 所以這個制裁二級制裁名單可能會無限一直延長 延長到整個中美之間的貿易可能必須要中斷 對啊比如說中國的汽車啊 新人員汽車要賣俄羅斯啊 你要不要管事 這個毫無敏感性嘛 因為中國 汽車已經賣到全世界了啊 連歐洲都一大堆 歐洲國家都已經買了 就是比較中低階的 比較便宜的 都買中國車啦 那他要賣給俄羅斯 連這個都有事啊 就制裁不完 是啊 那你要這樣搞 那中國當然相應 也來制裁你嘛 那你這樣美國經濟就更慘 就是這樣 我們來看全世界經濟最慘的國家 應該在這裡 斯里蘭卡應該是第一個宣佈 破產的國家 下一個可能在這一波的經濟風暴當中 還會陸續有南亞或是 相關的國家 不過斯里蘭卡這次的這個經濟危機 已經到一個非常離譜的地方了 就是 不准人民去買油了 因為已經沒有油了 然後呢 因為沒有人要賣它 也沒有這些 所以呢 在斯里蘭卡 過去大家在講 斯里蘭卡是一帶一路上面基建的 一個節點 那有說債務陷阱啊 等等一大堆的這個問題 不過呢 經過這一波破產危機之後 這個整個政治勢力 外國的政治勢力 在斯里蘭卡會不會有重組的機會 不容易 這個事實上要講一點 斯里蘭卡目前的外債是510億美元 510 那中國的債務是65億 那事實上它是第3 所以我跟你講你現在看外媒的一些分析都是 非常偏頗的 事實上它的第1大的債權人是日本 第2大是亞洲銀行 中國是第3位 65億 至於為什麼會造成這個困境啊 那斯里蘭卡的執政當局要負相當大的責任 當然就是貪污 那當然他很不信啊 就是說他的主要的收入來源是旅遊業 那因為疫情嘛 所以這兩年他幾乎都沒有什麼收入 所以等於是 那他沒什麼出口吧 所以很快的進口就超過出口 然後因為石油都要進口 所以很快的外衛存體就用完了 因為他沒有旅遊收入就沒有本地收入 然後 又沒有什麼出口能力 所以進口很快就超過出口 然後很快外衛存體就用完了 然後就變成負債狀況 那很多國家都來救他啦 比如說 日本啊美國啊都出了部分的錢 那他隔壁那個印度喔 所以這次這個發了佛心啊 一次給他40億的貸款 那這個也是融資啊 也不是送你啊 那中國方面 斯里蘭卡現在是在抱怨啦 說他跟中國要了10億怎麼都不給這樣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 那個 斯里蘭卡就停掉了 很多 計劃中的中國投資的項目 大概他也沒有錢付了啦 所以他就停了 那中國當然就不太高興嘛 因為 因為可倫坡港的那個擴建 那個是一個很大的計劃啦 還包括 在當地要造證 等等 可是你不能夠說是因為可倫坡的 造港造證計劃造成債務危機啦 你這樣推論就是非常不公道啦 因為那過去的債都不算嗎 日本跟亞洲銀行那些債都不算嗎 而且中國是65億 他總負債是510億 你怎麼去算 中國才10幾%對不對 那 中國也沒有吹賬啊 中國也願意跟他那個債務條約來重簽嘛 因為畢竟可倫坡港對中國很重要嘛 他是長期租約嘛 所以他作為 香港 也作為可能的未來的軍事用途 都很重要 那為什麼他會變成新聞因為 事實上已經發生過好幾次了啦 就是 斯里蘭卡事實上 上次是反對黨執政 那個反對黨是反中的政黨 那也請問斯里蘭卡你為什麼沒有把中國趕出去 就那個反對黨執政他事實上就是用反中當選 然後那個時候就想把印度跟美國的力量拉進來 那其實沒有成功嘛 所以後來他又回去跟中國合作 所以我跟你講 斯里蘭卡已經歷經過兩個政黨的執政 所以現在已經很難說是 什麼親中黨反中黨 不是 而是這個結構 讓你自己不爭氣嘛 就是 你的經濟結構始終 沒有調整成功 所以你的出口就一直不好 然後碰到疫情就整個攤了嘛 因為 國內的收入就沒了嘛 就是 而且疫情大概2019到現在 很久了 所以 所以 你要說這是中國因素嗎 那把中國的力量趕出去就可以解決嗎 顯然不是如此 因為已經試過了 把誰趕出去 現在是誰能救他的外面 對對 就是要大家一起救 這沒有別的方法 那幫 幫他 看疫情結束之後 旅客會不會回來 幫老百姓爭取一點收入嘛 啊 否則他現在 為什麼會買不到油呢 因為 沒有 他欠那個油商錢啊 沒有錢 所以所有 給你油的國家都拿不到錢啊 那誰要運油到這裡 對不對 所以 你國內已經沒有 儲備油已經快用完了嘛 所以他只好來限制 老百姓買油 因為他儲備油快用完了 已經到這種程度了 所以現在就是 第一個 一定要有人進去 診斷他的經濟結構啦 然後對他政府做出射限 這個類似那個IMF啦 你知道吧 比如說 國際貨幣基金都是很殘忍的 他一進來就要規定說 你政府什麼福利開支要說 你知道嗎 那個赤字只能夠有幾個percent 之類的 欠稅管收的概念 對對對 那 一定要有這種東西啦 然後大家債務 重簽嘛 再給你一點 更長的時間嘛 那 你是要在 讓人家有投資的誘因啊 那你總要拿出一些抵押品吧 那這個就是有人在講的就是 本來是一個主權債務的融資啊 那現在可能變成主權抵押了啦 就會變成這樣 可是這個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啊 不然 人家為什麼要借你錢 比如說你如果屬於破產階段 你不拿出你這個國家比較好的 大宗物資 或者是土地 來做 一個抵押 那人家怎麼會願意進來投資 或給你錢 這個很現實啊 這個 這個也不是只有這裡發生過啊 很多國家都發生過啊 以前也不一定是中國造成啊 所以我是覺得 就是現在就是 國際反中的輿論 尤其是英文媒體啦 太強大嘛 所以我們看很多事情就會看不準確 事實上這個問題 我覺得很多方都要負責任 那我覺得斯里蘭卡當局責任最大 不是跟烏克蘭是一樣的嗎 可能本來應該是烏克蘭 方責任最大 那現在因為宣傳的關係 大家覺得 通通都是俄羅斯的問題 那回到這個斯里蘭卡 這當然就是講說他是經濟問題 國家破產的經濟問題 大家要一起救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不會有地緣政治上面的 國際政治上面的考慮 我上次換黨執政就這樣啦 我不是跟你講嗎 上次那個反中的政黨執政 他就想跟印度好嘛 那也想把美國的力量拉進來嘛 失敗 不就美國 美國最後投資的錢還是很少嘛 我們講白了啦 美國對很多地方都已經像局外人一樣了 因為你長期沒有在那邊耕耘嘛 我們舉例啦 南亞距離美國更遠 我們講東南亞好了 東南亞對美國來講 幾乎就像局外人一樣 比如說你拿一億五千萬去那邊幹什麼 那 你的角色還遠不及日本 韓國 那比如說日本 事實上這次印太經濟架構 如果不是日本 這個岸田文雄居中啊 幫拜登的忙 那七個國家不一定會去華盛頓 事實上岸田文雄幫了很大的忙 那就表示日本長期耕耘 東南亞有層嘛 而且日本 也不會搞那個什麼 你是什麼獨裁政府啦 我就不來啦 你知道吧 比如說泰國 軍政府 照樣交往啊 關係很好啊 緬甸也是啊 他跟翁山書記也不錯啊 跟軍政府也不錯啊 你說他沒有人權包袱 你不覺得他跟中國很像嗎 就是不干涉內政啦 日本基本上也是這種原則嘛 所以東南亞的人就跟日本也不錯啊 所以他的人情就 留著嘛 就大家 多少有點人情 因為亞洲人就是這樣嘛 坦白講如果沒有日本啊 美國在東南亞跟亞洲早就垮了 早就垮了 所以我說南亞這種地方也是一樣嘛 那個時候 美國的媒體報導多大 說親中政府垮台啦 反中政黨 獲勝啊 那請問接下來呢 接下來美國真的有去幫斯里良卡嗎 沒有嘛 宣傳一波就結束了 就是這樣啊 接下來就是印度嘛 印度也沒有大舉介入啊 印度是到這一波 他破產了 印度才緊急融資他40億 那大家就會問嘛 所以那個反中的那個政黨執政大概一年之後就轉向了 他就發現 喔這個不跟中國好好談一談真的不行 你不覺得這個跟那個 馬來西亞很像嗎 納吉不是被打敗 那馬哈迪當選嘛 那個 年紀最資深的總理嘛 這個首相啊 他也反中啊 然後就說納吉你簽了一大堆 那個建設方案 太浪費了 不行 要砍 他一砍就砍三分之一啊 隔了一年之後又回頭來跟中國好好談 就這樣 因為靠反中宣傳盛選的政黨 發現 反中這條路沒有辦法讓自己的國家人民吃飽 因為 只有中國願意跟你做那麼多的投資計畫的談判嘛 那中國當然有別的考慮 這我也同意啦 他有 整個國家的國立的佈局啦 包括經濟包括軍事 都有 他看得很遠 那因為他是在不一帶一路的局嘛 所以 你斯里蘭卡的位置很重要嘛 剛好是珍珠鏈的一環嘛 對不對 那馬來西亞更重要啊 因為你可以 你可以制衡新加坡嘛 所以你就重要 可是 看到這種地緣價值的 不好意思 只有中國 因為日本 跟新加坡那麼好嘛 他幹嘛去投資馬來西亞 對不對 那美國就是新加坡站在新加坡這一邊啊 那就只有中國 因為 認為新加坡就是偏美國嘛 所以他就要在馬來西亞建造制衡的 投資另外一方 對投資另外一方 那想要在那個地方 後來不是弄了一個黃金港計畫 那個就是中國投資的啊 那新加坡真的是非常恐懼啊 所以新加坡後來又跟中國好起來了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們現有的國際的局面就是這樣 那基本上就是美國 經營的大局嘛 所以我往出現一個 美國不可能每一個國都偏袒嘛 他只偏袒某些國家嘛 那可是 比如說新加坡就是 東南亞發展最好的地方 那就是長期美國偏袒他嘛 那當我馬來西亞要發展的時候怎麼辦 我印尼要發展的時候怎麼辦 那這個時候就有其他力量要進來嘛 找其他的老大幫忙 當然是這樣 那 其他老大就是第一個他要有錢啊 那本來是日本嘛 他現在變成中國嘛 就是這樣 所以印尼 跟馬來西亞也有很大部位的日本投資啊 可是現在都被中國超過了 就是這樣吧 所以 我就說這個是很現實的事情啊 就是說 那你美國 追一張嘴 然後邊長莫及 那對於我斯里蘭卡跟馬來西亞這種 對你來講本來是不重要的地區啊 那現在因為中國力量進來了 然後你就開始說哎呀不行啊 要反中啊要反中啊 那可是我反中成功啦 你並沒有來幫我啊 就是這樣啊 被騙了被美國騙了 不就是美國就是要制衡中國嘛 可是你的力量並沒有真的來嘛 就好像馬來地執政了嘛 那你美國有來進行馬來西亞嗎 沒有 就是沒有 那斯里蘭卡反中政黨執政了嘛 那你美國有來嗎 沒有 可是中國都是玩真的 比如說中國 有某個政黨比較對我跟我比較好對不對 我希望你執政啊 那你執政之後我真的送你來啦 他都是玩真的啊 比如說小馬可是我們舉例了啊 小馬可是因為跟杜特蒂的女兒合作嘛 杜特蒂女兒是副總統 那小馬可是因為菲律賓總統只能當一屆 五年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內定的權力格局嘛 其實接下來就輪到杜特蒂的女兒要接總統 對不對 所以對中國來講他 他當然希望穩住小馬可是嗎 就職典禮誰去 王岐山 王岐山去參加他的就職典禮 美國派誰去 你要記得吧 賀錦麗的老公啊 拜託 連公職都沒有 你是把人家當成什麼啊 那為什麼你不派布林肯來 或者是 你不惜 連 年老 不方便出遠門 你派賀錦麗來吧 或者你派前任總統歐巴馬來也可以啊 你竟然派賀錦麗的老公來啊 你這是什麼意思呢 搞不好人家有實權啊 沒有權 那個因為他沒有正式的官職啦 那 這個 我簡單講我只能歸咎一個原因嘛 就是你懶惰 就你的大官不願意來嘛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剛好放暑假 我這個是真的啊 就是你美國那些大官啊 賀錦麗本人啊 然後包括 這個 你說懶得出門啊 去菲律賓回來大概就7天了 你不可能去一下就走吧 那個飛機那麼遠 大家可能就想說 我暑假summer vacation 才剛開始 這樣子真的看了菲律賓很沒有 這還用說嗎 連我都看不下去 你認為小馬可是心裡會怎麼想 而且我們再舉個例子啦 我跟你講我最近就看到很多這種case 比如說 南太平洋 王毅不是親自居住了鞏固之旅嗎 你看那一趟王毅去了幾天 大概去了 我看有將近10天喔 差不多 都在南太平洋那一帶嘛對不對 你美國有哪一個國務卿可以這樣幹 然後你看最近 中國的官員紛紛出訪嘛 那楊潔篪 楊潔篪70幾歲了 他飛去巴基斯坦 然後再飛去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然後 一下飛到 墨山鼻克 你看那有多遠 那有多遠 然後王毅 王毅就出席 那個美工河跟爛滄江的那個梅蘭合作會議 因為他要把 緬甸也拉進來嘛 因為緬甸都被孤立了嘛對不對 那接下來東南亞很多國家他要繞一圈 然後接下來還要去其他國家 就是人家是勤奮到這樣在經營他的 他比較熟悉的地盤啊 那你是怎麼在弄 你大概除了去歐洲你還去哪裡啊 我說布林肯 我想布林肯 所以這個就是 因為 因為我們是亞洲人嘛 我們知道亞洲人的脾氣嘛 這個亞洲人就是很簡單嘛 你有照顧我嗎 你有把我當朋友嗎 你有常來嗎 你記不記得那個 李顯龍去美國的時候跟拜登講的話 對不對 李顯龍先去嘛 探碼頭 李顯龍就講了兩段話嘛 第一段話就說你很久沒來了 這就要很委婉 事實上是在譴責你 因為你 川普事實上從來沒有去過東南亞 就你們很久沒來了 那 結果拜登還是不去 對不對 拜登還是叫你們來 華盛頓 對不對 而且 過去歐巴馬還不好意思叫人家去華盛頓 因為那個要多坐 五六個小時的飛機啊 歐巴馬是飛到加州見他們 見東南亞的領袖 那拜登叫人家去華盛頓 然後他明明就已經到日本韓國了 那還不去東南亞 所以我是覺得這種東西啦 我們從斯里蘭卡扯到這裡 就在 告訴你那種 總體的feel啦 就說 啊我反中政黨執政啊 然後呢 我的援助在哪裡 沒有嘛 然後現在發生危機了 你就開始罵中國 事實上我的感覺 不是只有中國 有很多原因啊 我不相信斯里蘭卡的老百姓會認為是中國造成的 他一定認為他的政府很無能啊 然後 因為外債510億 這是累積出來的嘛 對不對 而且 可倫波港有很多的建設真的在進行中啊 那其他的有在進行中啊 所以我是覺得 美國如果他的認知都跟這些現實脫節啊 然後你理數又不到 援助也沒到 我看你大概跟第三世界就會越來越局外人啊 就是人沒到 錢也沒到 對 然後呢 投資也沒到啊 然後只是告訴這些第三世界國家 說你們不要支持中國 你們要反對中國 對啊 這樣有什麼用啊 對不對 所以他會一直當局外人下去 除非像這個索羅門群島突然 有了一個跟中國進一步的合作 他就突然許了一下 現在也不是他自己在顧啊 是澳洲在顧啊 他本來東南亞是要給日本在顧啊 是沒有錯 可是南太平洋 日本有真的有在顧 可是日本他政治上不想太抬頭吧 因為日本也不想那麼反中嘛 這個就是有很現實的原因嘛 日本畢竟就是亞洲國家 而且他也顧不過中國 是啊 因為 因為那個就是已經變成中國的一個腹地了 那關係太密切了 比如說 當然日本也有倒楣的因素啊 比如說你在越南那條高鐵就是蓋不起來了 對不對 那印度那高鐵蓋了現在只蓋了10公里 那中老鐵路通車 這個就是指標 然後 沿線 中老鐵路要繼續延長到泰國曼谷也簽了 那20大概202 我聽到好像是2026就要通車了 然後印度亞萬高鐵 雖然 波折很多啦 可是明年6月就要通車了 這都是中國蓋的啊 就至少你有看到東西啊 就是這樣啦 所以我是覺得 我覺得亞洲人 也不能說亞洲人啦 第三世界的人都 因為他生活比較 比較辛苦一點 對比較辛苦吧 所以 他們要的就是 你要給我生存發展的空間嘛 就這樣 所以美國要在亞洲跟中國競爭 看起來目前 是困難重重啊 因為他 我覺得他距離基層太遠了 就離現實太遠了 我來講英國啦 英國呢 最近是不是要換首相啊 這個財政衛生大臣連續請辭 現在40幾個閣員 都要走人了 今天傳出來的新聞是 他堅持做教訓 他說 而且也不解散國會 要繼續做 那你覺得他撐多久 解散國會他就掛了 一定不是他 所以當然不能解散 事實上上次被提出那個不信任投票 他勉強驚險過關 對對對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很多人認為這個時候提不信任案之後 可能保守黨會更亂 那所以後來有一些人又回來支持他 不然事實上 他已經不被信任了 那通常被行使過不信任投票 然後投出這樣的票數 通常都在半年內會陣亡 所以大家 他應該不到兩個月吧 上個距離不信任投票案 對所以大家都是看到年底 認為他年底 本來可以撐到年底 不是因為 過去英國有兩個case 就是這種狀況 一個是 Teresa May 他就是6月不信任 那信存 12月就倒了 12月就黨內有一股力量叫他辭職 照理講他任期可以到明年6月 可是人家忍受不了叫你自己辭職 那就 叫那個 培養中的新總理就上來 那事實上他這一次 我們講6月那個不信任投完之後 英國的報紙就立刻登出說 保守長意象中的新總理是誰 已經有候選人了 有接班人了 一個女的 一個女的 所以 基本上就認為他會掛掉了 還有 再往前就是 柴契爾 柴契爾也發生過 一樣下台 都是6個月內 所以 他時間還沒到了 那你覺得不會現在下台嗎 現在這一波好像 有啦 也很嚴重 是 我認為保守黨裡面 很多人就認為你乾脆走了算 因為 因為 那個地埔的 總理 地埔的那個鼠洗澡就找好了 我就找好了 所以你現在立刻走也沒有問題 我覺得他已經無法統治了 我覺得 可是他看起來是要繼續撐下去 我覺得Angelo Saxton真的是最近倒大煤啦 就除了Boris Johnson跟拜登 那真的是倒大煤 那 Morrison也是 Morrison就是一個會吹牛的人 還好最近這個Albonis 我覺得還可以 那黃英賢也是實實在在的 那加拿大那個杜魯道 我覺得也不會那麼離譜 那紐西蘭那個就不錯啦 可是總的來講 兩大國 美國英國 那你現在的整個領導力都出了問題 你預測他到底撐得過這個月 不要講到年底 我沒有辦法預測 因為我沒住在英國 我沒有辦法感受 可是 我現在只看到他第一時間說 我要繼續做下去 主觀意願是要繼續做下去 可是你想想看你的內閣走了40幾個人 我認為他今年撐不過啦 我只能這樣講 我不能夠說這個月啦 我看 這個 他們保守黨應該希望他現在就趕快走了 我同意 我同意 可是 你沒有一個機制可以叫他立刻下來 除非你又提不清 對啊就再提不清 可以嗎 他們有規定什麼半年內不能再提嗎 很少人會這樣做啦 因為 英國人還是講究政治的規則 英國的 很多東西就是大家不想破例啦 那就是說你自己知趣吧 他已經說我不知趣了 是啊 就是這樣 可是 可能就未來 就會有更多人讓他難看吧 我想同黨的人 就讓你痛苦吧 那當然如果他是蘇貞昌第二 那他就死不走嘛 就這樣 因為蘇貞昌這種人就永遠不會自己辭職 所以就是兩個在比臉皮 誰比較厚對不對 是啊 我認為是啊 因為很少看到這樣的總理啦 就是 因為 對西方國家來講 做這種政治又不是為了賺錢 英國是讓國會議員待遇很低 所以你一定帶有榮譽在裡面 那人家都已經對你這樣了 你還要做 那是每天丟臉而已啊 那 結果你把自己 墮落成像蘇貞昌這個級別 對不對 那這個當然就是 就基本上已經 已經把英國的政治的好的傳統都弄壞了 所以英國現在的政治傳統已經追上台灣了 就蘇貞昌明明知道大家這麼討厭他嘛 可是他就是 他絕對不會自己辭啊絕對不會 絕對不會 做到 被叫下台的那一刻 被叫下台也要先叫勁一下 叫勁到確定自己輸了才會下台 就這樣 好我們非常謝謝這個阿亮 阿亮沒有預測Boris Johnson到底多久以後會下台 今年內 年底內 年底前 他覺得一定會走人 希望下個禮拜 我們在這裡的時候呢 他還在 好 希望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加入會員 另外訂閱按讚 分享設定提醒收看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大家 請